两个资料表 好不容易把它都变正常了 当你点订单 你看这边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接下来你点了退货 这边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进行关联 关联跟模型 你们能不能把它想成一块 很难吧 它真的以前叫关联 而且图示不就画的就是关联吗 这边是不是有两张资料表 为什么有两张资料表 这边呈现的 所以两张资料表 请问我是不是要把订单的订单ID 订单ID在这里 跟退货的订单ID 是不是要把它关联起来 不过请你注意一件事 退货的订单ID 它是1 也就是说它只能出现一次 但是订单里面的订单ID会重复出现 关联只有1对多 或者是关联只有 这边是多对1 这边是多对1 也就是说关联只有三种 1对1 1对多 多对1 没有多对多 建立关联的方式就是按住订单ID 拖曳到订单ID 放开 或者是可不可以把订单的订单ID 拖曳到退货的订单ID可以 反正谁拖曳到谁都一样 这就是建立关联的方法 取消关联就是滑鼠右键 点这条线 滑鼠右键有看到三鼠吗 它就可以取消关联